双子座 双子座在五月份 你的工作表现十分突出 你可能会有来自于上级的压力 感到有些沉重 而且你自己心里可能也会有些急躁 并且也会有紧急的意外的任务要处理 不过因为你的能力非常好 这些问题你都是可以解决的 另外如果你的工作是与海外出版贸易 大学这些相关 你也会有很重要的任务需要去解决 你可以考虑去寻求朋友的帮助 朋友可能会是你的贵人哦 这个月也很适合去调整你的生理心理的毛病 你可以好好地处理它们 相信是会有蛮好的成效 爱情上因为你十分的聪明大方 因此在朋友圈中十分的受到矚目 会有非常多人受你的吸引 不过也有可能会遇到 让你感觉是十分的有致命的吸引力的对象 因此你也要好好地考虑与选择哦 这个月你的交友机会非常的多而且良好 不管是在实体或是网络上的社群都有非常好的交友空间 你的口才很好表达又清晰 所以朋友们都会十分的喜欢也佩服你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在朋友圈的好运气哦